很多古医书说肾虚肾虚 但是肾虚过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中医,肾虚是很常见和不变的 肾虚是指肾功能失调 肾虚弱导致你容易经常生病的原因之一 你会经常感觉到腰气酸软没有力疲倦 因为肾是主宰人体脏腑生长发育 或再生修复的内脏 而你的腰气是代表你的肾 所以当你腰气酸软 疲倦无力就代表你肾虚 如果你头发牙齿容易脱落 经常头晕耳鸣失眠的话 因为肾经不足 肾经不足就会影响毛发和牙齿的生长和稳定度 肾不足就无法生骨髓 影响神经系统的平衡 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可以给你的骨头头发神经线营养 肾与血同源,两者是卵肾的 而毛发的润养依赖血来提供 所以肾经不够,精气倒不了四肢就睡不好 身体生化的能力也就变少 第三,性功能下降 因为肾的功能决定 人的身体先天强或弱 生长发育快或慢 脏腑功能胜衰 还有就是掌管生殖系统的根本哦 所以肾虚时就会导致男人阳尾早泻 女人就会越经失调 最后,液尿频频 因为肾主宰着水在人体内的预输 分布、排泄、代泄的调节 所以如果你肾虚,你的水代谢能力就会失调 尿量增多或减少,经常晚上上厕所 中医认为呢,肾虚有多种原因引起的哦 比如生活习惯不良,长期心情不好,长期有疾病哦 比如说生病发烧,或者是你年龄过大等等 因此呢,预防和治疗肾虚应该从多方面入手 包括你的饮食习惯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合理的运动 调节你的情绪等等哦 如果你出现肾虚的症状 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综合调理治疗哦 这个是Healthcare 我们下次见,bye